小伯妹小伯妹 你看看我的红蜘蛛 还有金破天好看吗 不好看一点也不好看 就算好看也不适用 哎呀呀别生气嘛 最新皮肤功能可强了 听说能够上刀山下火海 什么库跑都难不倒 要紧你就吹吧 我才不信呢 不信 那你找个地图 我给你试试呗 要是我赢了 你可就不能够再自称 库跑小能手咯 试试就试试 其他人的地图都不好玩 这次我小伯妹 就新色给你见一个 哼 臭表姐寄予我的美貌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要挑战 我的库跑实力 说可忍审不可忍 等着吧 我小伯妹的库跑 可不是这么好过的 开始动工 先铺一层层彩虹那些 用地形冰激器 添上别的颜色 姐姐 爬龙丁可是傻子跑道 能不能够爬上去 才能吓一跳 现在才是开始 让一个六成一 一格高的框架 填充上云团 下面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选区 倒上银浆 要是掉下去 就能活靠小肥龙了 继续移去 用复制方块铺满地刺 再把下面土块包住 换成电视块 光看都觉得肉疼 还没完呢 表姐这么喜欢吸血楼梯 我怎么样也满足它呀 姐姐 你这到底是使用法 还是库跑呀 又没规定不能这样建库跑 而且表姐说了会一命通关 我可不得让她知道 天有多大 地有多宽 大一堵石球 进来就是炸弹隧道 白马一点 让表姐无处可躲 让我想想还能放什么呢 好吧 那现在还挺普通的 用钻石剑的垂直四段跳怎么说 一强不够 我就再来一强 完美 表姐都这么胖了 剑毒它减减肥 也是我职责所在 刷一命剑格藤漫黄金枪 这可以比爬山费低律多了 万一表姐真的通关了 我也不吝啬 胜利的平台 宝箱 一种套钻石装备礼物 要是满满的爱 都备好了 前提是能通过 我这最后一关心跳石的地方 表姐你可别怪我狠些 这我一口水 我都挖好了 就看你有没有运气回去啦 四周挖空倒成岩浆 我感觉已经闻到了烤肥龙的香味了 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云团彩空就是岩浆 表姐一起肯定会在上面转转转 跑呀跑 一不小心脚滑就会摔下去 哎呀 烫烫烫 幸好我心心多 第二关第四大法 除非穿了钻石靴 否则走没两步就能直接嗝屁 第三关岩浆加仙人掌 先烫你屁屁 再扎你脚脚 前面有栽带又不敢过去 小回头发现也来不及了 后面的垂直四段跳不是静止使用坐骑 怎么跳都不可能上去 哈哈哈 就算表姐都过来了 就最后一关 看着都害怕 跳下去肯定一面呜呼 表姐跑到了给你准备好了 属无心的死法等着你 看你怎么一面通关 你可别不敢来就行